近日有网友爆料称,张亮颖和冯科于去年10月就已分居,并且至今都未领结婚证,而且冯科也已经离开了少城时代,并且辞去高管的职务。 有记者求证知情人之后证实这一消息,有消息称张亮颖离开冯科之后开始变得精神抑郁颓废,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让人十分心疼。 据张亮颖的好友介绍,张亮颖妈妈原本是不支持张亮颖和冯科在一起的,两个人分居后张妈妈也一直安慰张亮颖,希望她振作起来重新开始,但是张亮颖却一直没有振作起来。 面对张亮颖的情况,张妈妈也很无奈地主动联系冯科,希望她能好好考虑一下两个人的感情,并且看在昔日夫妻的份上好好安慰一下张亮颖,让她重新振作起来。 据悉经过张妈妈的多次哭求,最后冯科同意探望张亮颖,于是采用了日前张亮颖的那条不知道发什么的微博,网友纷纷表示希望张亮颖尽快走出悲伤,粉丝们会一直支持她。